作者 尔雅 由智地有生制作 第896集 家有一猫 也是一宝 龙桥广带着人 站在行天号最高处的船楼顶上 租粮也在 赵普没上船 和公孙一起在城楼上眺望 反正也不算远 大只能看清楚 左将军和右将军对视了一眼 对方大概出动了有三万多人 按照这个趋势应该都是八族遗孤才对 那剩下的人马呢 保存起来了 这仗打得没什么章法吗 公孙抱着小四子 也看不出个门道来 只知道对方的战船 东倒西外的不少 士兵们多半都被踹下海了 现在一捆一捆 跟捕鱼似的往岸上拉 由于宋军这边几乎每艘战船上 都有一两个绝顶的高手 因此明显占了上风 看这趋势啊 再半个时辰啊 八族的遗孤就都要活捉了 可对方的援军 却还是没有丝毫动静 正这时 赵普就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一闪 落到了城楼之上 赵普身旁几个影卫看了一眼 见是白玉堂突然回来了 有些不对劲啊 赵普点头 他也觉得不对劲 转过脸看白玉堂 就看了一眼 赵普忽然愣住了 不知赵普 站在赵普身边的公孙 也抱着小四子 看着白玉堂发呆 此时 白玉堂快步走了过来 手中拿的是云中刀 公孙抱着小四子 往赵普身后挪了挪 似乎是换了个位置 白玉堂走得窃近 还没说话 就听赵普突然笑了起来 此时赵普原本脸上 困惑加疑惑的神情 已经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了然 九王爷点着头自言自语 人都说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谁曾想 有只尖牙利嘴的猫 也等于有宝啊 赵普话说完 忽然一把抽过 子影递过来的心庭猴 手起刀落 对着白玉堂就劈了过去 公孙此时捂着小四子的眼睛 往旁边退开 几个影位已经落下来 将公孙和小四子互送下城 白玉堂刚到赵普跟前 冷不丁 赵普毫无征兆 恶狠狠一刀下来 幸好他往旁边闪开了一些 但这样还是被赵普的刀锋锁伤 肩膀上出现了一道血口子 赵普嘖嘖两声 看了看还死气沉沉的心庭猴 假的就是假的 要是真的白老五 这妖刀就该颠起来了 与此同时 一众影位也已经将 那个白玉堂团团围住 众人此时仔细看 他的脸和身形 真像啊 简直是一模一样 就连手中的云中刀 都看不出真假来 放在平时 谁都不会怀疑 这个白玉堂不是真的 就连说话的声音语调 都几乎一模一样 可惜放到现在 就连旁边负责扛旗的小兵 都能一眼看出 这个白玉堂不是真的 因为少了一样东西 赵普扛着心庭猴之乐 这白玉堂真假难辨 就是脖子上 少了个醒目的牙印子 展昭那牙印子 一直都在白玉堂脖子上 于是白玉堂最近出入 都是戴围巾的 之前公孙给他看了 明确说 一个月之后才能退掉 可此时眼前的白玉堂 则是没戴围巾 光溜溜的脖子上 别说牙印子了 连颗痣都没有 可不就是假的吗 一众隐卫暗暗捏了把冷汗 如果没有展昭那个牙印 做辨别 今天这会儿 谁都不会防备此人 看现在的情况 这个白玉堂虽然是假的 但是功夫不弱 来的目的很明显 偷袭赵普 若是没防备 就让他这么站到了赵普身边 谁知道后果会是怎样 这可有意思 叫我试试火劈 白玉堂是什么感觉 赵普新庭侯就抡起来了 颖卫们服额 那白玉堂毕竟是假的 手中的假刀 怎么惊得起 新庭侯这通杂 没几招他就招架不住 被赵普踹翻在地 赵普美滋滋举刀准备砍了这假冒货 这时候就见眼前白影一闪 星庭侯被架了一下 赵普明显感觉到 星庭侯吃到的力道不同 再看手中刀 果然就开始活了 看着精神奕奕的星庭侯 赵普打眼一瞧 真的白玉堂就站在他眼前 颖卫们也确认 这个是真的 瞧牙印子 白玉堂看了看地上的假货 也是哭笑不得 瞬间明白了 展昭这牙印的意义 这时就听一旁有人说话 猫爷这口可值了钱了 众人听着都纷纷点头 表示有道理 转脸 就见展昭蹲在城楼上 正打量那假冒的白玉堂 哎呀 这脸是什么工艺做的呀 怎么这么像啊 虽然区别还是很明显 玉堂皮肤比她好 脸也比她瘦了那么一点点 耳朵形状也比她好看一点点 鼻子高了一点点 鼻梁弧度好看一点点 额头也稍稍饱满了一点点 头发也多了一点点 被腰也稀了一点点 好多一点点 除了你自己 还有人能看出来吗 哎 你别麻烦了 看这怪闹心 我帮你砍了她得了 赵普拍了拍真的白玉堂 白玉堂无语地看了赵普一眼 那意思 你想都别想 那个假白玉堂剑行踪暴露 一刀扫向白玉堂就想跑 可白玉堂回手一刀就听到 咔一声 那把假的云中刀被砍成了两截 因为内力的缘故 假的白玉堂飞了出去 重重摔在了地上 等她再想爬起来 眼前刀剑一晃 白玉堂云中刀的刀刃 已经出现在了她眼前 展昭也走了过来 蹲下 仔细检查那个假冒货的脸 最后展昭索性伸手拽 这么拽脸皮 还真就拽下了一些假的面皮来 不过不同于通常情况下假冒用的人皮那么一大张 而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这位是通过化妆还有一些极细微的改动弄成的 说实话 等脸上的妆容和假肉都清除后 众人都觉得 这人本身就跟白玉堂有个七八分相似 不知脸像 身材和声音也很像 大概是人有相似吧 而且 此人应该还经过一定的训练 走路的姿势 神态举止 都有些像白玉堂 猛的一看绝对分不出来 在场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 都觉得后怕连赵普都确定 如果没那个明显的牙印 他刚才应该也不会提防 被暗杀的可能性那是相当的高 展昭这一口救了他的命了 展昭搜了搜此人身上 摸出了一个联络用的想剑来 赵普接过去淡淡一笑 往空中一抛 瞬间 天上炸开了一团红色的烟火 随着这联络想见的炸裂 远处战鼓声炮声四起 埋伏着的战船都冲了出来 直取赵普的水军 原来是暗杀了赵普之后 再通知莫勒进攻 如果真的灵阵主帅死了 而且还是被白玉堂杀的 这便必定大乱 对方可以掺乱进攻 计谋相当歹毒 不过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我这边能人可太多了 赵普坏坏一笑 指了指远处一艘 突然出现在海上的硕大战船 小姐妹 乘主来了 老子这次不宰了他 就不姓赵 说完 赵普抓着新亭侯 直接从城墙上跳了下去 尹卫们赶紧跟下去 行天号上 龙桥馆和邹梁 早就得到消息 有人假扮白玉堂 行刺赵普了 你们的人都救下得差不多了吧 八子点头 事已差不多了 那些后宫出来的战船上 都不是八族的人 八子此时也心灰意冷 墨大人的计谋很简单 用八族遗孤制造混乱 利用时机派人假冒白玉堂刺杀赵普 他们的命就是墨大人杀掉赵普的代价 看到那艘最大的船了没 龙桥馆一抬手 士兵们纷纷将行天号上的弩箭 都瞄准了那艘大船 就见龙桥馆一抬手往前一招 机关瞬间触发 众人就见大片大片的铁珠子 飞上了半空 随后散落开来 对面的战船上噼里啪啦 就跟下包子了一样 士兵们个个被砸得头破血流 船上都是窟窿 龙桥馆伸手拿过他的强弓 看向下边小船上的黄月琳 黄爷 那边已经没有要火桌的人了 黄月琳听了一笑 往水里一蹦 消失在了波涛之中 龙桥馆开弓瞄准了 对方船头拴主帆的绳索 一箭射出 就见对方开在最前边的 那艘大船上的船帆 突然落了下来 绳索抽起来老高 船本来是满帆前行 这下可好原地转了个大圈 就在海面上打了横 与此同时 后方的船队开始打乱 船只东倒西歪 水中开始形成 好几条白色的水柱 水龙一般上下翻飞 邹梁是以其他船只 从两翼包抄上去 找小船撞翻他们 一时间江面上又是乱作了一团 龙桥馆还想再找个主帅 射一箭看看 就见眼前一个黑衣人落下来 肩膀上扛着把大刀 龙桥馆无语 戳了戳赵谱 闪开啊 不要妨碍我擒贼仙秦王 射死他岂不是太便宜了 非把他揍成肉饼不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